水煮开以后放入一把挂面 煮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给它过一下凉水 接着我们来搭配一点菜菜 把豌豆跟胡萝卜焯一下水 面条给它沥干水分 放在一个烧大的盘里面 出入两个鸡蛋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盐 五香粉 把它拌均匀 平底供上一粘植物油 然后把鸡蛋面条把它倒进去 把它放平 煎至底部净形的时候 把它放个面 然后在上面撒一层芝士脆 撒点火腿冰 跟蔬菜 之后在上面再撒一层芝士脆 这样锅盖焖上两分钟 等到芝士全部融化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了 出锅以后给它切块吃就可以了 跟买的披萨一样超级的好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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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